从始节以来,累积的功德,才有机会来碰到这个殊胜的净土宗, 念佛法门,能够脱离六道轮回,能够念佛成佛。 如果我们泰国是小胜的佛教,我也学习过泰国的小胜的佛教, 如果我们小胜佛教,师父讲三大阿僧集节, 这个三大阿僧集节是很难讲的, 的书母,可是我们净土法门,阿弥陀佛很慈悲, 给我们众生能够念佛成佛, 这也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, 无问之说的,给我们告诉这个阿弥陀经, 有这个念佛法门,如果我们跟泰国人讲, 他们就不相信了,因为他不认识, 所以我们中国华人是很大的福报, 这个阿弥陀佛教传到我们中国来, 跟我们古神神圣的教员, 都是一个道理, 我们孟子,我们孟子,老子的教员, 的文化,跟那个释迦牟尼佛的教员, 是同一个道理的, 而是我们圣人的教员, 就一生没有讲到下一生的事, 可是虽佳蒙尼佛,佛陀就跟我们讲, 我们是这一生日永远的永远的, 如果我们要全佛, 就有捷径,就去念佛全道, 全佛, 刚才听到这个正式节, 给我们分享的那个经验, 他们老爸老妈都是往生的, 其实在泰国也有很多, 有一位小周师父, 他有一个家是往生的, 他的名叫细臣陈慕祥先生, 他的爸爸妈妈, 他的一家人都是念佛往生的, 我还有他的录音、录音、录音、 那个NP3, 也是朝著化的, 我也应该很多, 给大家分享, 我们有这个修研书, 这些人碰到这个金融所法门, 我们一定要念佛全佛, 大家在这里的人全部都念佛往生, 现在西方极乐世界, 我们将来全部都极乐世界, 在同修阿弥陀佛, 阿弥陀佛, 阿弥陀佛,